開始 好啦,那現在就是 先這是暖氣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跑去Townsville 然後我們去Kmart買了這個暖氣 不是Kmart,因為Kmart是35塊 而且今天去的時候都沒過 然後所以我們跑到那個 The Reject Shop去買一個30塊的 而且這是最後一個暖氣 我們撿到寶 然後這是老公發現的 那現在就由阿偉先生 來介紹暖氣開箱 現在有 終於買到我們 長久以來,日子買卻沒有買到的 暖氣機 傳說中,便宜又在玩 價格便宜 但是非常熱的 暖氣機 現在開始 我蠻推薦這一款的 因為它 體積沒有很大 而且又很輕盈 因為它 是 周兩邊的價值,裡面是空型的 不是實行,所以很輕 因為 因為阿偉先生之前在澳洲的時候 他買了三到四款暖氣 然後最後面覺得這一款 是最OK的 所以,要買暖氣 請記得向他詢問 其實我 其實我有點看不到 不要磨大的 然後這邊有說明書 但是我們可能先不想用它 然後這就是它的外表 然後你看 它裡面是空型的 真的耶 所以很輕 它非常輕 看起來超輕的 而且這種東西就會覺得很不相信它是很熱 是不是它是最熱的 結果它是最熱的耶 好酷喔 真好用的暖氣耶 那是不是這個要帶回家 到時候寄回家不要買了 哈哈 那它裝上這個腳 裝在這邊 最後有長相 就會再立 哦 我還是帶一點好了 看不到 大家帶一點點碎了 那螺絲就捏在它下面 那是什麼 螺絲啊 哦螺絲喔 我要鎖那邊 要鎖那個東西 鎖這個支架 讓它擦 擦地 好聰明喔 沒有 沒關係 粉絲你看得完了 你今天要錄它結束不是嗎 沒有 它鎖要鎖一點 一點時間 鎖要鎖一點時間 好啦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暫時介紹到這裡 那就是我們的這一款 這叫做 Confactor Heater 反正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的那個 軟爐是非常值得買的 這個讓阿維度過的 難忘的冬天 非常暖呼呼的冬天 好啦 然後順便看一下 就是我們新家 雖然那個衣櫃破掉一個洞 但是那不是我們弄的 新家 算是我覺得這個房間很大 可以住到三個人 好了 先這樣子吧 那就讓阿維繼續拆卸 那待會就知道它冷不暖 拜拜